注意看 这可能是唯一一个挂不了科的学校 别人考试是带小超 他们考试却是当场做法 要么算挂 要么清楚是上身 浙江道教学院 绝对是最不正经的一所学校 学生的日常就是谍元宝 沾谱太极 学道教历史 周一数数 道一养生等 学习的氛围更是玄妙 老师在讲台上认真讲解的知识 台下的学生穿着道袍摆弄着各种法器 而据说平常的课外活动 偶尔打个雷神 换个语的都是家常便饭 有人吃之以鼻 这不是封建糟粕 然而人家可是教育部门批准 正规的四年至本科大学 学费一年五百 吃住全面 毕业就是本科生 直接包分配铁棒了 甚至为了立于修炼 校旨都是经过反复推演 跑山好水自带掀起 真正的合法修宪 可部分网友还有点不信 直到当地人站了出来表示 经常看到道教学院的原遇舰飞行 这下所有人做不住 非生报国的热情怎么也止不住 非生需要多少年 进门是不是要测灵根 你们跟佛教学院打架能不能赢 更有网友问 晚上会不会遇到阿飘啊 这不是侮辱人家专业吗 自跑网那一站 别说鬼了 杨诚来了都得磕个头 甚至还有美谱的网友 一波脑洞大开的都联想到了毕业 毕业论文是一人抓一只脏东西 论遇见飞行与航空管理的发展 好家伙 可行行吧 一年只招六十个 不看分数讲机员 挂科的机会不是没有 是完全没有啊